接着来关心台九县瑞北段钢板护栏工程 去年年底发包动工 施工单位先行完成与购料厂商定制钢板建材之后 也在今天正式进驻工区现场来施作 而公路局预理公务段也特别办理了开工说明会 向地方说明施工内容与方式并且听取意见反馈 长达一年的施工期 断长陈锦阳也进一步提醒用路人 行进工区时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配合交管确保工区交通的安全 施工单位去年开工后先行完成钢板建材的定制后 农历春节假期结束 今天正式进驻工区现场来施作之际 也特别办理开工说明会 本路段里程245K到070到253K 钢板护栏即位为本改善工程 公路局预理公务段除了祭拜祈求工程顺利 也向地方说明施工内容与方式并听取意见反馈 包括了先议员林玉芬 多位地方民意代表提出包括优化道路排水 植栽 增设林亭区 路灯与钢板护栏监据等问题 地方会激索 这次的工程能一并将排水处理得完善一点 排水的优化 那夜间的我看到那个什么LED灯的那个灯带 它那个够不够亮 够不够明显 那后来要变50变30这个一定这个标识一定要非常清楚 让我们的用户人能够知道 对所以是不是在那个基曼车道的那个绿带的附近 多侦涉一些可以零停的位置 与会机关首长各级民意代表们所提出意见 公路局也正面回应的同时 特别就公区试做方式想加说明 并呼吁用路人共体时间配合交管 以确保公区的交通安全 我们是整个这个台九线从复原到瑞北 这个路段大概有8公里4 我们要把那个旁边没有原石的部分 做钢板护栏上去 那要去做这个钢板护栏的工程 就必须把路灯稍微往内移65公分 那移完之后 我们在路灯跟我们的车道中间 再去做一道防护的这个钢板护栏 那要去做这个钢板护栏的施工期间 那对大家会有影响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车道会去缩减 我们应该会去封闭一个车道 那但是在南下或北上的路线 它还是顺畅的 就是会少了一个快车道 那会剩下一个快车道跟一个基曼车道 那所以大家在进入到这个工区之后 可能麻烦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 公路局赤字1.3亿元 进行的钢板护栏建制工程 试做范围是从台九县复原国中 到瑞瑞外环道路口约8公里的路段 沿着中央分隔岛两侧 加总约16公里长度建制钢板护栏 从即日起由北往南开始单侧试做 施工期间段长陈锦阳也敬请 乡亲民众多加配合 若没有问题预计今年底 钢板护栏就会建制完成 改善易造势路段的道路环境 记者是预兰瑞瑟采访报道 赤字幕有长官厂淇薄 första 石墙 肩薄 二 Wool